一直漏水好冷 小女孩画下心中的愿望 有个不会漏水的家 心愿被开见了 财团法人新北市私立文豪社会福利基金会 协助小女孩的家整修铁皮 让祖孙伊威的家不再世世人人 这人留后来就和老子愿意 你的老家 他在一种这些 我好谢谢大家 让我们家不会漏水 真的很感谢 董事长夫妇亲自走访 递上红包送上温暖祝福 我们基金会今天刚好有这个机会 陈蒙我们的范老师 还有赖校长 他们也非常有爱心 他们都先煎了那个什么厨师机 所以我这个只是扶住一些 需要帮忙的一些弱势的人 对不对 这是我们基金会本来成立的宗旨 就是这样子 董事长说因为他苦过 所以现在有能力了 就要竭尽所能的投入公益 可以就要了解说这些比较弱势的人 他们的想法 所以就像今天他们有的人说 都希望有一个书桌 其实我小时候也很希望有一个书桌 受帮助的还有三所学校的孩子 孩子们有的画厚毛衣 有的画电暖炉 有的画笔电 有的画铁的便当盒 每一幅画后都有令人鼻酸的故事 跟文豪基金会一同共同来办理这个原孩子一个梦的活动 有小朋友来画出他自己年中最想要的礼物 总共有43位小朋友达成他的愿望 当中我们审核发现有的小朋友心愿很小 可能只想要一个浇水 有的小朋友他想要一个电暖炉 原因是因为家里面只有一个电暖炉 阿公都让给他用 阿公很冷 他希望他自己有一个电暖炉 那像我们学校这位陈信同学 家里面因为铁皮屋漏水 一直深受这个困扰 那所以我们就求助这个文豪基金会来赞助 帮助他把这个铁皮屋修好 那我觉得这个活动可以圆43个小朋友一个梦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也很感谢文豪基金会王董事长 跟他的夫人还有王秘书 一同来赞助这个活动 这活动完成了43位清寒学生 岁末年前的心愿 也点亮了许多孩子心中的明灯 谢谢文豪基金会 以实现孩子小小的心愿 让温暖蔓延不停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